注意看在迷你世界新版本中 我们只能借助星战传送台 才能帮助我们离开米拉星 到达其他三个星球 那么如果我们在新版本中 找到老版本 曾经遗留下来的传送门 并且我们人类穿过去 那么究竟会到达哪里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 不好奇吗 共所周知 传送门的中间是黄色的 如果你也使用过传送门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曾经的传送门 它可不是黄色的 我们在老版本 搭建一个高五穿似的传送门 使用点火时把它点燃 此时里面放的光芒是蓝色的 等新版本更新以后 它才变成了黄色的光芒 并且在老版本 我们穿过传送门 会到达地下世界 并且地下世界 它是没有光的 那么我们在新版本中 穿过老版本 曾经遗留下来的传送门 我们会到哪里 此时我拿出海盗 给大家证明一下 这就是新版本中的 老版本的传送门 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海盗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让我们杀死海盗以后 现在就穿过老版本的地心门 看看会到达哪里 我快速跑了过去 我发现非常的奇怪 我们居然到达了地下世界 并且此时我不敢相信 我又放出了新版本中的窝窝兽 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说在新版本中 穿过老版本中的传送门 我们依然会到达老版本的地下世界 你们知道了吗